私下一小塊烤餅 接著再來挖一口咖哩 搭配一口吃下 老闆滿足的表情寫在臉上 這是他們印度人吃烤餅 最正統的吃法 交通大學有一家印度餐廳 老闆是印度人 賣的都是最道地的印度料理 我們的主食就是要煮很多東西 就是蒜頭烤餅 雞辣烤餅 那個米亞 雞肉 羊肉 雞肉 羊肉 對 那個印度奶茶 跟那個印度的布丁 跟那個布丁 布丁 布丁 奶茶 布丁 對 印度的那個 馬鈴薯德烤冰 台灣人要 很多台灣人 還有很多台灣的學生 也很喜歡 對 他們很喜歡 為什麼交通大學裡面 會有印度餐廳 校長張茂中解釋 交通大學有許多印度學生 附近的園區也有許多印度籍的工程師 為了讓他們能吃到 家鄉胃不至於斷糧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食物 他可能吃不慣 對不對 那麼他們的食物 那麼有他們這個做法的特殊處 尤其很多是有宗教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的餐館包括 Vegetarian 就是素食 完全的素食 連蛋都不行的 然後下面還有這個 Non-Vegetarian 就是一般食物 還有第三個就是清蒸 Hala 那麼清蒸食物 那這個這樣的食物 不但是印度人要吃 馬來西亞人也要吃 印尼人也要吃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個一個餐館 來照顧三個族群 三個大族群 那麼今天也就請大家來淺嘗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 我們這個不同的這個峰會的餐館 我想對各位的健康 也是大有幫助 印度料理有許多特色 有些是特殊的香料 有些是宗教因素 也因此他們在台灣 能選擇的料理不多 經常需要自己在宿舍開火 交大有了這間印度餐廳 相信可以滿足多元族群的 飲食需求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那爾爾爾市倫庭 說明涼